我受不了他了 我们俩在一起快一年了 之前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挺靠谱的人 但是现在 我感觉我们的爱情 就是在自欺欺人 我这一年对你不好吗 为了你又放弃了工作 放弃了前途 什么都可以放弃 不就是为了陪你吗 你为我放弃什么工作了 你来了我这里之后 每天什么也不干 就知道花钱 自己欠了一批无债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跟你说过 我能借钱就能还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真的受够了 这样的日子我不愿意再过了 我还没找到稳定的工作 我不想给自己这么大负担 你这样自欺欺人 我可不想跟你过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梁24岁来自黑龙江 奶茶店店员 女嘉宾小夕21岁 来自陕西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一个是黑龙江的 一个是陕西的 应该不是同学 对 不是同学 怎么认识的 我们网上认识的 QQ认识的 QQ认识的 QQ咋认识的 我那时候刚跟我前男友分手 然后我心情特别不好 我就在刷QQ 然后那时候陌生人推荐好友 然后有他 那时候他的QQ图像是他自己 我那时候就感觉 他跟我前男友长得有点像 然后也挺帅的 然后我就加上他了 那时候我就因为自己心情不好 因为像前男友 所以就把他变成了现男友 是这意思吗 对 还对 咋了 咋觉得他不靠谱 我想分手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我待不下去了 为啥 因为就从他今年 我开学的时候 他过来陪我了 但是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不到半年 他借了快一万块钱了 我现在还是个大三学生 你说这么多钱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我觉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刚来到这边嘛 这边是指哪边 石家庄这边 原来是在上海工作 过来这边就是工作什么的 到这边都要现找的 然后每个月的花销啊 租房啊什么的 太大了 就是已经没有积蓄了 然后找朋友 兄弟什么的 借了一点 然后维持一下日常生活开销什么的 你以前做什么呢 以前就是在上海那边也是在工厂里面 啊 为什么来石家庄呢 因为他 我感觉吧 在那边 异地恋太远了 来到他这个附近这边 还好一点 要不然感情也不是那么稳定 好那你就没考虑你们俩怎么活 你怎么活首先是 是这个一开始我也想过 但是还是感情重要一点嘛 从这边从零开始 从头再来吧 感情重要 你别跟我说什么感情重要 你当初来石家庄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 你也根本没想到在石家庄定居 都是因为我最后挽留你 你他来的时候 他来了有两三天吧 突然间跟我说他要去北京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之前他说好 他答应我了 他来石家庄陪我 但是他突然要去北京 然后我就挽留他嘛 他答应我留下 你说留下 你能不能好好留下 然后他就一直给你脸色看 那我肯定知道他心里不高兴 那就让他走呗 然后人家一说走 人家乐开花了 我感觉他心里根本没有我 这都是借口 我感觉他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是借口啊 也不是 我刚到石家庄陪我的时候 对这边不熟嘛 正好跟那个北京的一个朋友聊天 他说那边有一个 工作挺适合我的 就是待遇什么的都还不错 就已经帮我找好了 叫我过去看一下 然后也没办法那个答应了 毕竟是朋友嘛 你这样服了人家的面子也不太好 你别那样说 你意思就是你全世界人的面子都不可以拨 你就可以拨了我的面子 我在这边我等你多久 我等你多久 你想过我吗 你去北京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不通知我一下 你让我一个人 你啥意思呀 我当初 让你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就拉下了脸 知道吗 我感觉我自己 我根本 我就不像一个女生 我就把自己的所有尊严都放下了 我求你留下 我求你过来石家庄 你过来之后 你突然间又去北京了 后来不是没去吗 但是他去了呀 他去那北京一趟 那不是钱吗 我们俩现在有争计收入吗 我们俩没有收入 我们俩收入不多 两个人还得生活 不是他让你咬活他了吗 是他没让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 你说他没钱了 我能不给吗 我能不管吗 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我压力真的特别大 我不想这样的 他花你的钱是吧 是 干嘛花人家的钱啊 不是 就是每个月 工资太少了 然后放租的话也挺多的 一千 一千五六百块钱的样子 然后工资也就两千元左右 然后每个月除了 就放租 然后 剩的很少 带有花销什么的 然后 有可能是在那边用了一点 不是主持人 你别听他瞎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作之类的 他从一到十下状 你就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对吧 但是 他其实回来 他信不定 你知道吗 我让他找个房子 然后他自己开始找个工作 这不就安稳了吧 然后他呢 他成天住酒店 然后出去吃饭 那你知道吗 我什么感受 那放一般女孩肯定说 我可以跟你出去玩 我多好呀 但是我不愿意这样 我想过以后 可是他呢 他总是就是那种 看眼前 知道吗 我感觉现在我特别窝囊 我感觉真的 我跟他在一起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那当时他从上海来 石家庄是你要求的是吗 对 是我要求的 所以现在 有时候 他说的话 我感觉自己没理 但是 我要求他过来 我也是为了我们俩 因为太远的话 谁都保证不了以后 我也是为我们俩 有一个以后 那你现在等于就不要这以后了呗 现在你不知道他有多过分 就是说他借这个钱 你就算你借 你是为了我 那你不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这毕竟咱俩都没什么工资 借多借手 你跟我商量一下 咱们以后怎么还 咱得有个规划呀 咱得过日子呀 对吧 不是你这 还没怎么着就要过日子了 我跟他想的 我就挺长眼的 我从来就没想过分手 但是他最近就真的是把我逼急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分担他的房租 我就是跟他合租了一套房子 然后他一开始还做点饭 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幸福 但是到现在他自己的衣服 他自己不洗了 你说你自己的衣服不行 你洗双袜子总行吧 你刷个鞋总行吧 可是他不 他每天袜子往那一扔 整套房子都是臭乎乎的 我能不洗吗 到最后他给我说一句 那我又没让你洗 你自己愿意洗 你毕业了吗 我没有 我快毕业了 我现在大三 然后我这边还得忙着 安排我这边的工作 然后还得想着这些事 我真的现在特别烦 所以你们就谈恋爱 怎么就过起了日子呢 这也挺逗的 因为就是想的比较远 那就分呗 怎么就来这分呢 分了不就分了吗 我私下跟他说 他不听我的 他老缠着我 我扇他QQ扇他微信 现在好几次了 他老缠着我 就摆脱不了他的纠缠 对 我就想说明白这次 你为啥不跟人分啊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还是挺合适的 不洗衣服这个是 我不太会 但是以后可以慢慢学嘛 慢慢改 就是都是可以改变的 不要一随地打死一个人嘛 以后还长远嘛 不要给我说什么以后 他这句话 就是每次吵架他都说 你知道吗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我不想这样了 你说我每天 得想着我这边的工作 然后我就是 因为我们俩没有经济来源嘛 然后我们俩得花钱 然后我周六周日 我就出去做兼职 一个月我家里人 还会给我一千块钱 然后也就是说 我一天做兼职 能挣一百块钱 可以做八次 我基本上每周都去 然后我一个月 我一千八百块钱 就算你说你借钱 是为了给我买好吃的 我想问一下 我一千八百块钱 我给自己什么买不到 我没需要的饭不贵呀 我出去我啥都可以买呀 我想要的衣服 我想要的包 我什么都可以买 但是我没有 我觉得我够委屈了 为什么你不帮我干点活呢 为什么你不帮我 非难点家务 然后有什么大事 还不跟我说 你把我当什么了 当女朋友了吗 是你觉得你委屈 但是我为了你 我从上海 达到石家庄 我付出了 在上海的一切 工作 前途 然后为了你 我来到了这里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我在那边 也什么都不学 我也是要什么有什么 而不像现在 每个月 还要出去借钱花 你说我在那边 还需要借钱花吗 兄弟 回上海 现在因为为了他 过来这么样 我就没打算过回去 你在上海做什么 就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吧 一个月挣多少钱 大约五六千吧 也不算太多 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个月两千多一点 反正这姑娘 就不能跟你分了 是吧 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 分手 没必要 说得太严重了 有什么事情 慢慢地自己 调解一下就可以了 她要调解不了 能分吗 嗯 我不同意啊 你不同意 她就不能分 缓和一下嘛 我觉得没法缓和 你知道吗 就是她说 她为了我 放弃了上海的一切 我感觉这根本就是在 把所有的责任 往我身上推 但是真的不是这样的 你说你在上海工作好 是我承认 你在上海工资高 但是你过来之后 我让你去工厂了呀 我们社交商也有 工资比较高的 你为啥不去呢 是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 你不要把一些责任 都退给我 是 我到这边 我跟你说过了 工厂里的环境 我现在不想 再去干那种 环境的工作了 我想换一种环境 对啊 那你在上海 不就是在工厂的环境吗 是 我在那边 已经干了 这有三四年了 那是你不想干了呀 是 过来这边 不想在工厂里面干了 想换一种环境 回上海就可以干是吧 不是 从那边过来的 你别这个臭小子 这么年纪轻轻的你 就是她自己放弃的 还非得赖给我 然后我之后还帮她找过工作 你也行 你谈恋爱谈恋爱嘛 还非把人从上海 弄得石家庄来 你干嘛呢 但是现在你知道吗 她寒索了一件 特别过分的事 她就去年寒假 她跟我去我家 我根本就不愿意 她跟我去我家那时候 你说我在石家庄 我好不容易回一趟家 对吧 我回家我可能想陪陪父母 而且大过年的 然后她呢 她就一直跟着我 她不走 她赖着我 她不走 我就给她 就是那种明理案例 我就暗示她 我说你赶紧回去吧 你赶紧回家吧 她就不走 那些事情是因为什么 你自己不清楚吗 我没什么事 你别乱说话 那个QQ空间里面 回复你的那个人 和你QQ里面的那个人 是你的前男友吧 那我们只是简单的聊天 我们因为在时候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觉得你很过分 你跟我说过 你们从来没有联系了 可是现在呢 你怎么给我解释一下呢 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现在有联系 有联系 怎么没联系 拿我当备胎呢 就是他惹我都怪他 不怪我 有联系 怎么没联系呢 你又要跟前男友复合的孩子 我没有 那他就是 你有啊 你是真笨哪 他都跟前男友联系 骗了你 你去人家干什么呀 我要去过去看一下呀 看啥呀 最起码我要了解一下 他前男友 跟他到底是有没有联系 有联系怎么着 我是有联系 我最起码要知道 现在关系是什么样的 最起码要确定一下吧 确定什么呢 没有关系 我给他赔礼道歉 有关系呢 我就感觉他来 我那一块就是在 有关系呢 有关系 在想办法的 你们真是 对一个人什么都不了解 就谈恋爱还往身边招啊 那时候我就感觉 挺合的来的 然后现在就感觉 现在是不是说 我觉得这个人我不喜欢了 我不爱了 但是我想让这个人离开我 这个人说 对不起 我就黏着你了 对 他就那样老黏着我 你也是够糊涂了 行了 这就算被粘住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不了解 却仓促的 或者说冲动的下了决定 这回长教训了吧 长教训 对啊 你能告诉我 你现在的感受是 真是说 到这个舞台上来 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我真的受不了了 已经不能摆脱他了是吗 对 真的是摆脱不了了 而且现在我感觉 我每天 就是给他洗衣服 做饭根本就不是 我现在在这样的事 你愿意啊 我现在我不愿意了 我一开始我觉得 那个我做那个 他起码还会 那我问问你 如果你真决绝的话 第一 你们合租的地 可以不回去吧 我不想回去 但是我搬我东西 他就不让 他就缠着我 拉着我 然后有时候 他就特别生气 他就摔东西 你知道吗 我从小因为我家里 我爸妈就离婚 然后他没钱 就跟他打架 然后虽然他不打我 因为我跟他在集前 我就说你不能动我一下 你哪怕动我一下 我就会给你分手 姑娘 你是不是怕呢 我不是怕他 真不怕是吗 我真不怕他 你想跟他离开吗 我想他离开 好 那我给你几个建议 第一 跟他说清楚了 为什么要离开 第二 算清楚你们之间的账 如果真没有感情的话 是好像有借贷关系 是吧 算清楚了 第三 第三 不要住在一起了 住在一起 一定是没有任何的 离开的可能 男孩 你有这么不堪吗 是他说的这样吗 没有啊 那咱们能不能 自己讲讲自尊呢 你来这里 第一 不完全是为他对吗 好像一份上海 很不错的工作 你放弃了为了他来 其实不是的对吗 我就是为了他来到了这边 你想在那个工厂里 继续那种环境再去打工吗 想吗 想就在石家庄 找一份类似的工作 可以吗 那种环境我不想干了 对啊 那你就不要再说 你不要说是为了他来 你是为了一个 自己想象的 美好的未来来的 对不对 你为了这个女孩来 只是为了来到石家庄而已吗 今后你们怎么过活 对不对 怎么生活呀 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份感情的话 你应该主动地搬出那个家 你应该主动地找一份 踏实实的工作 然后再对这个女孩去说 我爱你 我可以为你做一切 否则一切都是耍无赖的手段而已 为的就是不劳而获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姑娘 你太轻易地就投入到 另外一段感情当中 在你还没有收拾好 自己的心情的时候 就仅凭一个头像 因为他长得像你的前男友 你就去选择 跟他做网友 开始发展一段新的感情 你对自己负责任吗 你想没想过 有可能网上这种 不安全的因素 有多少种 轻易让一个男人 来到你自己的城市 你没听过那些犯罪的事情啊 而且包括他现在纠缠你 或者说花你的钱等等之类 都是你造成的啊 你培养的啊 对吧 你求人家来到你的城市 就别怪人家给你当大爷 在他的印象当中 他觉得我放弃了上海 那么高的工资 我来到河北 我陪你 你不就得对我这样吗 所以妹妹 我跟你讲啊 你先好好地认清自己 先好好地爱自己 尊重自己 把自己看得重要一些 再去谈感情 千万不要轻易地 去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把自己所有的全部 付出给他 然后现在得不到回报了 开始觉得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女生先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男人才会把你看得重要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这个男生 你甭说爱他 或者离不开他什么的 你完全就是不甘心嘛 因为你觉得 他现在好像是因为 跟他的前男友 是不是有什么瓜葛 所以你要探个纠情 探个明白 因为你长得像他前男友 他才跟你在一起 你觉得凭什么呀 对吧 就是不甘心嘛 所以 如果咱是个爷们 就放开吧 当你决定要离开上海 去到他的城市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 我既然选择了这一步 我就不计较得失 因为你要认定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输得起 更何况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也没有投入什么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哎 女生 你知道为什么 你会招这样的男生吗 网上 没有经过慎重的了解 你就敢把别人 交到你身边来 对对方 来了之后 还没有深入的接触 你就敢住在一起 所以你不招他 谁招他 你自己负有很大的责任 是你把这事 惹上身的 人财两空对吗 什么都没了 所以我死我也要攥住他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攥着一个不喜欢你的女 你不给自己添堵吗 无论当初你来施加庄是为了他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是不是你自愿 是的 情感没了 也得恨自己不聪明对 咱不能怪别人 所以我不跟你说什么爷们不爷们 你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自己心甘情愿 如果你今天吃不下这个亏 你咽不下这个果 你始终带着不甘心和愤怒 想要把他找回来 那我告诉你 你不光是找不回 你还会越会越惨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潇洒的一句说离开 姑娘你也有错误 我也有错误 在网上的相识 是我们肤浅的行为 是我们一起冲动的选择 我们都为此而付出代价 从今天开始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不能潇洒一点吗 男人骨头硬一点 行吗 别死缠烂打 好聚好散 死拽着没多大意义 给自己留点尊严 年轻时犯下的错误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互相成长 那是最重要 也算是 没有白交往一回 没有白来一回 我相信刚刚到石家庄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去租房子 刚刚住在一起 那种新鲜日财 是挺紧密的对吧 让那段紧密 永远沉寂下去 别把最后一点点 好印象给破坏了 那就没劲你 好吗 其实这一段 真的值得你们俩好好反思 什么都不了解的时候 两个人就敢谈恋爱 你跟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 你就开始了 那么自己给坑了吗 是不是 以后别那么轻率 女生 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是这小伙子赖着不放你 而确实是你做的有些瑕疵 男生 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大度一点 不要纠缠不放 你越纠缠 你的生活越痛苦 何必呢 你们自己选择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还是挺般配的 虽然说以前我做的 有些事情让你 非常的不开心 但是听了几位老师说的话 我也觉得我做的特别的不对 希望你能原谅我 也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需要你 我再考虑一下吧 好 请亮灯 男生最后说的话 是一把软刀啊 我真的需要你啊 来吧 请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这段充满而止的爱情 将作何了结呢 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 来 小伙子 愿意跟他在这儿 大大方方的说个再见吧 虽然 我做的的确很对不起他 在他 想法里 我做的都是特别的不对 我虽然说借了很多钱 我也只不过是想 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我只希望他上学学好 然后吃好喝好住好 你还没明白 其实姑娘并不是因为 你借了这么多的钱 而是因为你的生活态度 和对他的态度 放手吧 知道你很难受 把头抬起来跟他说再见 说不出口是吧 试一次吧 男人总要战胜自己啊 再见 等我好了 等我以后 会再来找你 来 我们给他一些激励 去找他说出了再见这个词 谢谢你啊 好